七名網民帶上自製的橫額和標語 在銅鑼灣聖保錄醫院門口示威 原本有幾十人在網上響應號召 不過最終只有他們七個 他們不滿私家醫院為了賺取暴離 大量接收雙非孕婦 忽略本地孕婦的權益 還要忽視我們港人的需要 不理我們的香港孕婦寶寶寶的需要 只顧著收雙非 我只知道雙非佔的百分率比港人多多 是否港人不喜歡私院呢 不是 他們來的時候是沒有位置 早前有人在Facebook上建立 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群組 要求政府盡快解決雙非問題 取消雙非嬰兒的居港權 由計劃之後每個星期日 到一間私家醫院抗議 聖保陸醫院就發出書面回應指 他們理解有關團體的訴求 也都一直以香港市民為主要的服務對象 一定會優先處理本地孕婦對床位的預約需求 香港分盤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